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正在进行 环太平洋的军演 要一路进行到8月1号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会有一些 反制的动作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这个是毛泽东的战略名言 那现在北约的峰会前夕 中国大陆跟白俄就进行了联合军演 选在哪 波兰的家门口 北约成员国 波兰 在你的家门口 而且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之处 在这边进行联合的军演 在布雷斯特来演习当中 所以北韩也传出 派了军事训练合作的使节 也到了俄罗斯去交流 跟北约较劲的意味非常的浓 此外 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次的部队 是第80集团军 是隶属在北部战区的陆军 他们平常是住房在山东省这里 俄罗斯他们也有四艘的军舰 已经抵达了古巴的哈瓦那 同样也是距离美军基地不远 大概160公里处 你能够到亚太这一边来军演 难道中俄不能够去到美洲 北美洲或者是南美洲 甚至是在波兰外头 也来演习一下嘛 就是礼尚往来嘛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拜登 这一次好像真的是把这个北约峰会 当成自己的最后一搏啊 这强硬的态势在上面来展现 那2024现在这个北约峰会在华府举行嘛 那俄乌战争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三年 北约逐渐地将这个势力扩及到欧洲 和西半球以外的地区也包含了哪里呢 就是印太这边第一岛链 日本南韩 然后澳洲纽西兰 这些非北约的成员国的印太伙伴 这次也都被受邀与会 他凸显出来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也在这个巧巧成行当中呢 说要来参与印太事务 那当然我们看到拜登这一次要展现慷慨激昂 毕竟现在没选在逆风嘛 所以他就展现了强硬 超强硬的一个演说 宣布对于乌克兰军援 而且要立抗普丁 那他将连同德国 意大利还有荷兰罗马尼亚 说未来几个月之内 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有信心让乌克兰阻止普丁 现在是阻止 之前都是说打败 这个词好像悄悄地变化了一下 那我们看看 欧洲的外交官怎么看呢 他们在看完这个 看海基洋的拜登开幕演说之后 他们的结论是 无法想象让他再做四年 他们说不认为 拜登靠一场有着读稿机提词的演说 就能够挽回劣势 甚至无法想象 他能够继续升任四年 美国的总统和北约领导人 对耶 美国的一些选民都很担心说 你这个状况 你能够继续领导美国吗 那北约同样也很担心 欧洲的这些外交官看 你要继续领导北约吗 同样也是表达了一些忧虑 CNN甚至还讲了这一番话 很难得 因为CNN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 他说拜登在拯救乌克兰之前 必须先在北约峰会 好好表现来拯救自己 连CNN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他说拜登在北约的领导地位 是恩物战争之后支持力挺 也使他成为老布希以来 北约最重要的领袖 但是拜登的成就 也在峰会上面 因为他拯救自身的政治前途 而进行的斗争黯然失色 大陆的外交部就说 反对北约拿中国大陆当借口 来扰乱地区局势 你在这边组起印太伙伴 想要搞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当然中国大陆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你在那边东进亚太 来扰乱这边印太的一个状况 拜登的确 的确现在是一个自身难保的情形 他虽然说一直想要展现实力 要劝退那一些 想要叫他不要再选的人 我们看到这一个民主党 举行了参众两院的党团会议前夕 他参与了国会非议小组成员们的对话 取得他们支持 当天有数十名的众议员跟参议员的民主党人 公开表示支持拜登继续选 那我国会议员讲说 现在目前参众两院的党团大会 只是证实了这个想要拉下拜登这一局 已经宣告终结 他说没什么好意外的 拜登甚至还call in到电视节目去呛 他讲说 我对党内精英感到非常失望 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 那就出来挑战我呀 来呀 还call in进去呛下 我就很少看到有总统这样call in 到电视节目去了 他说还到大会来挑战我呀 那不止他这样好像有一点气急了 急咯 那连这个急儿也急咯 他现在这个被记者问问题的时候 还有讲说 现在耳机要跟我说啥 这个现在记者就讲说 对于众院民主党人呼吁拜登退学 有什么干法呢 然后急儿很说 怎么可以对我吼叫呢 所以看起来都很急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拜登认知真的没问题吗 竟然有这样子详细的图解文件曝光 他讲什么呢 他说每一页上面都有告诉你说 从观众席看这样的一个字 或者说走上讲台还有这样子空间图 要让拜登知道你现在在此时 是在什么时空 所以常常拜登的迷行是不是也来自于这样子 他现在都小卡都不只要有文字 还要有图片了 让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拜登是不是真的状况很危急 那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讲说 拜登团队是不是长期隐瞒衰老的迹象 让很多的金主觉得很不满 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误导选民跟金主 可是白宫竟然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健康报告 讲说拜登自己都承认 什么 不对不对 这是下面的一句 讲说拜登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动作也很灵巧 讲得像是说他像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一样 可是问题是 拜登之前在辩论结束之后都讲 我走路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 辩论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可是白宫却告诉我们另一份报告 真是怪了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监长 如果我们来看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是怎么样来做一个 解放军到白俄罗斯去演习的这一个论述 他讲到中百联合军演的地点 与北约国家的波兰相接 且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 我请问一下 你一天到晚 美国跟日本 然后跟菲律宾 然后又跟澳大利亚 你们的军演到底离中国的领海有多近 对不对 你原来你演习就可以 中国跟白俄罗斯就不行 你演习就是好棒棒 人家演习就是要打仗 你不要开玩笑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一个称之为雄鹰突击2024的这个军演 最主要的是反恐 有些人说反恐哪有那么多恐可以反 对反恐其实是最低阶的一个相互可操作性的一个演练 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拿这一个当作进入的一个方法 美国不是也是这样吗 美国跟菲律宾不是也是这样吗 所以你不要拿这个来质疑别人 那至于说 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北约峰会的部分 北约峰会拜登说 记住北约的本质是民主 而且永远如此 他说这个时刻需要我们的团结力量 他又把所有的国家绑在一起了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乌克兰之所以变成这样 不就是你美国干的好事吗 不就是你美国策动北约不断的东扩 然后让着缓冲区不再 就是形成了战略断层线 才会让俄罗斯出兵 不是就是这样吗 那今天已经打成这样 打成到底是怎么样 这一个美国白宫的前顾问讲说 乌克兰死亡的60万 受伤的40万 也意思就是死伤100万 死伤100万是多大的一个数量 你把它认为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吗 你有没有一点良心 而且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在帮拜 就是即将上来的川普买保险 川普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你的军费到达不了 GDP的3% 除了事情 你自我了断 这一种交易式的孤立主义 大家准备好了 好 来请教吴老师 其实美选第四辩论 拜登不断的想要说明就是 美国还是要多边主义 民主 然后来一起对抗所谓的 普丁入侵乌克兰 当然川普他一个论调就是 我在位的时候都没有打仗 你在位都打仗 而且打了好几个 当然拜登必须要 说服他的选民 其实他现在是借用 北约峰会在华府的时候 做了一个 与其讲大外宣 不如大内宣 告诉自己的选民说 我还有能力不但选上 还可以执政四年 还可以帮助乌克兰打赢胜仗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 他在北约的演讲 非常的感觉 用了很多力气 用了很多 他之前在很多竞选场上一样 想要证明自己健康没有问题 率领北约盟国没有问题 当然这一次也有人说 这一次是美国率领 荷兰 意大利 德国 罗马尼亚给了乌克兰的战斗大礼包 包括意大利 梅洛尼也宣布要给乌克兰防空系统 叫SMPT的防空系统 这个是法国跟意大利一起合作 研发 可以来对抗俄罗斯的导弹 帮助乌克兰避免导弹的攻击 我们知道前阵子有一个儿童医院被打到 死伤惨重 当然接下来美国荷兰 德国还有罗马尼亚还有意大利 也要再提供包括爱国者飞弹 还有Hawks等防空系统来帮助乌克兰 当然这个大礼包不断的给乌克兰 就是要帮助乌克兰来打这个仗 可见川普他讲的没错了 你看每次 只论是一来就拿了好几百万走了 拿了六百亿走了 如果川普说他当选 立刻结束这个战争 而且北约盟国你们该缴的钱都要缴 他还讲什么 你看我当初叫他们北约盟国缴的钱 他们都缴了 就是你拜登叫我们不要缴钱 他们都不缴 所以很明确的可以看出来 川普这种交易式的人格 非常的明确 他打在拜登打在他的痛处上面 拜登当然也要赶快反击 因为他如果不反击 他等于是就地认输了 所以他现在就代表了说 在北约上面 他还是要坚持 他这所谓我们的轴扶式体系 Hop and Spoke 继续来支持这个乌克兰 当然我们要看除了北约之外 共和党在最近他也开了一个 也准备好了 他们在7月15到18要举行 全国党代表大会 当然川普会 应该顺利会成为他们这个 总统候选人之外 他们也起草了党纲 其中这个党纲是川普2.0 大家说川普2.0有经贸策略 当然他把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又是把中国拿出来 把中国当对手 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要禁止中国在美国买房地产 还要尽量避免买中国的电动车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在里面没提到台湾 这很少见 这过去 人家说40年来 共和党的党章里面 没有出现台湾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说 川普接下来对于台湾 他到底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好 来请教永平姐 拜登现在真的是陷入一个 他算是很大的困境 只是说他面对困境跟他自己 你知道人到老 尤其是失智的状况 其实是蛮没有病逝感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处理 拜登总统的问题很麻烦 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病逝感 因为我母亲在六七年前 就是有得过Parkinson 不是得过 现在其实还是一直在吃 Parkinson的药 那个时候他的脸跟走路的动作 就非常像拜登这样 脸就是常常这样子 目着一张脸 然后我们那时候看他不对 就是发现说手抖得很严重 然后脸这样子有一个 很木然困惑的脸 可是他没有病逝感 我跟我妈说 妈你怎么会这样子 你怎么都不高兴 你怎么都不笑 你怎么动作变那么慢 他没有感觉 他自己不觉得 然后他就 我们就说你可能生病了 我们带你去看医生 他说没有 我没有病 他没有病逝感 这个是当事人最麻烦的 好 那当事人最麻烦的问题 现在美国的媒体跟金主 民主党的金主在怪罪谁 怪罪拜登周边的人 那这个怪罪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民主党能够跟 Donald Trump 共和党的川普抗衡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川普是一个骗子 你是一个骗子 你随便讲话 你没有尊重民主精神 你什么都用欺骗的 你讲任何事情 譬如说他新冠肺炎处理人 一团糟 就在辩论上说 我做得多好又多好 就是每天自我吹嘘 民主党的人最痛恨川普的 就是他是一个大说谎家 结果今天核心的 你要比人格的特质 民主党的拜登 是一个诚实的 资深的 稳健的 能够把美国带向正轨的领导人 结果就出现了他的团队 可能说了最大的谎 而且这个谎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 跟资料显示 他不是今年 不是辩论会 6月27号的问题 是已经连续了好几年 现在丢出他好多旧的部分 因为之前民主党的测试跟团队 都想办法去压住媒体 甚至他们也跟台湾的论述一样 当初有一些对拜登不利的影片流出来 他们马上就指控他是深违影片 说他是伪造的 结果现在这些被揭发了以后 所以才会整个把拜登的正当性 全部翻掉 那一再翻掉的时候 现在被碰到北约了75周年 他在讲说 我是一个北约夺重要的领袖 没有用 大家不相信他了 因为大家不相信他还有4年 然后你迎来的一个川普 他是移欧派的人 他是讨厌北约的人 他甚至曾经威胁扬言要退出北约 你想想看这种时候的北约峰会 你话讲得再好听会有用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